LOOKUP,然後Match加Index 那還有現在第五種 就是用那個 VBA,查詢界面VBA 那這個意思是什麼 比如說我今天需要的 下拉之後,比如說我要查一號的 不過這裡多一個動作 按下查詢 它會把我一號的東西 到 LOOKUP裡面去查 一號,比如說範圍從 4i等於3到10 然後呢 比對一下 比什麼,比A欄裡面的資料 比如說這邊 假設我今天查3號 按查詢 它會一個一個查,查到了 幫我把這幾個 帶到哪裡呢? 帶到這邊來 大概邏輯是這樣 邏輯知道了,可是怎麼寫 OK,來,我們按下去 它會幫我把3號的東西帶過來 4號一樣,按下去 4號就帶過來 依實類推 不過可能會有同學會說 老師好像這個很麻煩 你要按個查詢 最好是不是說按下去 自動就變化了 自動就帶過來就好了嗎? 不過當然是階段性的 OK,因為 這個慢慢在變 等一下就是 先交這個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 裡面有變動的話 那我就自動再 觸發一個事件 就是不按按鈕 也可以達到我們 按按鈕的目的的話 要怎麼做 兩個階段 然後第一個就是 這個程式怎麼撰寫 那我想 這個前面寫了蠻多的 這個也是跨了什麼 跨工作表 所以第一個你按下查詢 你就要去思索 你那個邏輯該怎麼跑 第一個 按下它的時候 比如說它已經輸入005 那你要做什麼呢? 先把這個裡面的 Range裡面的C2 裡面的值 也許先丟給另外一個 假設我一個變數叫X 先存放起來 就005 先放在X裡面 但你不放的話 你要再指向 我覺得比較好 直接先丟給X 然後做什麼呢? 按下它 先切到這個 切過來 切到 那切怎麼切呢? 就是 sheets 刮鬍 然後呢 lookup 點slate 應該應該這樣 那切過來之後做什麼呢? for i 等於 3到 10 去比什麼? 比sales 如果sales A裡面的值 等於X的話 then 把 b c d e 搬到哪裡呢? 搬到另外工作表 那可是 搬到另外工作表 你如果說 再產生 四個變數存 然後再切過去 太麻煩 你不如怎麼樣? 直接從這個儲存格 這幾個儲存格 怎樣? 直接丟到另外一個工作表 所以 你乾脆直接告訴他說 喔 我另外一個位置 是在 sheets 查詢界面 刮鬍VBA裡面的 什麼位置? 這三個 這四個位置 那敘述的方法 特別重要 我們直接來看 因為 這個前面都有寫過 所以直接 把程序來看一下 好 這裡 好 插入一個 程序 程序名稱叫查詢 好了 第一步 先把那個 c2的值 先存在X 再來 切到 第四個 工作表 或者你可以 不用第四個 這邊 1 2 3 4 有時候可能不一定第四個 所以最好改一下 改成這個 改LOOKUP 比較保險 好 切到LOOKUP之後的話 for i 等於 3到10 去找一下 它的A欄是不是相等 所以這個邏輯前面都寫過 如果相等的話 那就怎麼樣呢 把資料 搬到哪裡呢 這 假設我今天找到 就是 b c d e 那敘述方法特別注意 就是 b c d e 搬到 第三個的 c2 所以你要確定一下 c2 c c3 456 對不對 那只是前面要多一個 工作表名稱 那工作表名稱的話 敘述的方法 當然你可以用3 或者是你用雙銀號